好是的 現在你在畫面上看到的高雄的這一位王先生 他覺得非常的委屈 因為他在2016年的時候 被機械工程公司派駐到越南去工作 那麼就在2020年的時候 他因為媽媽病危 所以請假三個月回台灣 陪媽媽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當時公司也同意 讓他用留職停薪的方式回到台灣 沒想到後來公司卻以連續礦職為由 把他給開除了 王先生不服提告 那麼在上個月的時候 一審判決出爐了 法官認為公司不當解雇 判雙方的雇佣關係是存在的 那麼針對這整個過程 王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因為我回來之後 我隔離完出來12月14號 然後我母親17號就已經走了 那我們就趕快把後面的事情辦一辦 那在1月4號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公司表達說 我這邊處理的差不多可以回去 那公司最後也在1月底之前給我回覆說 我4月27可以回去 因為配合那個班機的時間 要到4月27號確定我回去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好那OK 那我們就等到4月27 所以我在等的這個過程之中 我也是沒有領任何薪水的 等到3月多的時候 公司有突然叫我簽一份什麼切結書 對然後就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回去沒有辦法入場 跟他們沒有關係 4月底的時候 我跟公司要機票嘛 對然後公司沒有就說什麼 我文件沒有簽託 那沒有要讓我回去 那我就說那到底是就這樣子往返之後 後來突然在4月30號 他就把我說什麼 我礦止 我礦止很久 然後就把我踢出群組這樣子 其實王先生剛剛有提到 他說他無法接受的理由就是 公司後來在他決定要回去 越南時候要求他簽一份切結書 可是這份切結書上面的內容卻是說 他原本的工作已經有別的員工頂替了 那麼他回到越南之後 如果無法進去廠區的話 公司不負責 那麼王先生覺得很不合理 當然就沒有簽這個切結書了 那沒想到就在這一來一往的溝通過程當中 就被踢出了公司的群組 而且最後將他給開除了 那麼法院針對雇佣關係的這個部分 是判決說雇佣關係仍是存在的 但是針對王先生要求薪資賠償的部分 法院是認為公司沒有賠償的責任 那麼王先生針對這個部分 他也覺得不符會再提出上訴 那麼以上是目前現場最新情喜 把時間交回棚內